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三个钟铲档,今天讲占宗 为何现在才讲占宗呢? 因为这个占宗九子案 就已经正式审理完毕了 就说要去到明年四月才会宣判 为什么搞这么久? 我真的不知道 他好像说有很多证据 就是有很多材料 唯一一个原因就是要验证些证据 因为双方都结案陈词 理论上就没理由要排四个月之后 但我们不熟悉这件事 我觉得有两个角度可以去看 第一当然就是用中产的角度 去看占宗这件事 第二样就是 如何去看占宗三子 或者这班人 他们在这个审讯的表现 我先讲后者 其实我记得 举行占宗之前 戴耀廷他们曾经说过 所谓公民抗命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不自便 我们认罪 我们接受政府的惩处 作为一种彰议 戴耀廷说的吗? 是的 他们几个都有 这是违法达议 透过违反法律承担后果 然后达致宣扬这个理念的目的 我记得之后 无论是本土派有些人被拘捕了 接着去到鱼蛋革命 都是我的角度来说 是一个革命大厦 周显大师不同意 那时候也有些本土派认罪 他们还要 不就是他们否认控罪 他们也有些阻交出来 是否搞错 现在是违法达议 你为什么搞完这件事 又不认罪 接着我就觉得很肉酸 因为到他们正式上庭受审 他们竟然否认控罪 他们的理由就是什么 他们说 我们是打算搞占宗 但我没有想过 你用这些控罪来控辩我的 就是他人煽化的非法集结之类 那他们打算用什么呢? 如果说得比较利益 就是 我打算坐几天而已 你现在找一条告几年的罪 有没有搞错 接着他会说得很漂亮 这些就搞得变了寒蟬效应 以后就没有人搞抗争 我心想 如果因为你被抓了 判了几年 就没有人搞抗争 你很担心这件事 那一开始就不要搞 不是 你现在做韩士兵 人家就是想你韩士兵 是啊 你说那是韩士兵 是啊 这个就是他们想 你应该说 你让我们坐牢 会有更多的人出来 去抗争 是 现在正义 我一路说 为何会搞成这样 就是因为政府已经发现 有寒蟬效应 是压力更大 反抗越少 我解释多少少 就是说 周轩大师的意思就是 坐几年了 真正啊 人生更精彩 原来人生都很精彩 坐多几年 鼓励更加多人 坐二十多年就可以做总统 原来这样 这个就糟糕了 这个 但是如果你谷底 正如了政府所愿 就真的有韩士效应 现在你这样做 意思就是说 政府当日这样做是对的 你一定要不停地接民政府这样做 你如果这样做 明天我 你今天判了我无罪 我明天我再坐过 我坐在那里 所以我某程度上是认同 杨岳桥说 杨岳桥说什么 他说判了监令你有案底 令你人生更精彩 喂 这句话就跟政府对着看 我不是替我坐家 替我坐几年 那我人生更精彩 然后我说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令到你人生更精彩 不是令到我 当然这个也是重点 他整个都叫你人生更精彩 我人生更精彩 这个是杨岳桥的想法 整个审讯的说法 当然我自己觉得 有些是很复杂中产的说法 例如陈建文说 我打算佔几天就走 我怎知道搞那么久 不关我事 中产真的这么想 不过这个可以稍后再讨论 我公道一点 你讲的是杨岳桥三子的时候 你介绍一点 他们三个有没有自变 或者他们自变的说法 也有些不同 我比较敬佩的就是戴耀廷 戴耀廷虽然他有自变 但他自变最主要是 去说他自己搞这个事情的原因 而去到最后 他好像迟了那个律师 也都说他是很坦言认罪的 是 没有说到他想政府减刑 或者否认自己的事情 陈建文就欲宣好 因为我记得开头的新闻就是说 他和两个儿子 是的 还有王浩明 还是张秀妍 张秀妍 就是好像 他说不是 他说他要我 可以宣布 可以建议 可以正宗 正式建议 大家看到他 他说他都很出名 我给我看 是的 那他好像 好像未清理数 还是怎样 你又给他站我 不关我的事 我照读的 照本书科 这个就是 就有 陈建文 这个是陈建文 我就是觉得陈建文很欲宣 是的 我不知道陈建文欲宣 还是那两个儿子欲宣 但总之 你外人看上去就是 就是你推我 我推你不关我的事 我打算坐几天 现在坐几年 就不要在我身上 他们其实 是将 传统那个 termination 那个叫做 公民抗民 是已经redefined 就是一个新的定义 是他们将公民抗民整件事 已经重新定义 大家不是觉得这个不妥 当然是 可能他们希望会有一个这样的后果 我告诉你 当年的时候 1919年 那个叫做 1919年 中国那个叫做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那些学生 就走去打了那条银子 然后有什么东西 清场 是的 清场 结果就拘捕了那些学生 到了最后 那些学生 第一次发生了很多政治事件 火烧赵家楼 到了最后 你不知道那些学生是怎样 那些学生出来 然后发现 政治风向不对 求那些学生 我们不告你了 那些学生说 不行 你一定要告我 你只要求他们出来 大爷 你这样 他们希望会有这样的后果 喂 不要 他希望这个特区政府 好像当年的北洋政府那样 喂 你们千万不要来自首啊 我们的警察官不想收你们 你们不如出去吧 哎 我们升你了 原本的剧本就是这样的 他没有想过现在 喂 拉你不就拉你了 最少就是 你去到 你是一定要自变的 即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公民公民 或者是作为一个政治 你的自变是博自己坐牢的 去到 然后读篇宣言 在一个 讲政治理念 讲政治理念 然后一个个追踪去坐牢 喂 喂 你台湾都很多人都这样 是不是 一过来自然说 你们不义的政府 喂 你们北京 你们不义政府 搞成 搞成我们香港又没有民主 是不是 不要我港独你的问题 是不是 好了 我想观众明 我想讲一点 好像我们现在讲到 好像很 很打烈他们死定店 那样 中产是这样 你要我去 他们那些想法是很中产的 其实 中产的想法就是 想着占几天 我打算走的 喂 其实不关我事 我有出来 不过不要拖我 喂 喂 占領中环 从来没有说占几天 占領中环 弄到你受不了 或者捉上我们创監为止 我还没说完 最后还有就是 他还要引起调查 其实只有几个不少的人 因为占中三子 才占領 做得好 你看看不关我们的事 当然他说得很漂亮 很感动 原来很多市民都是自发的 不是我们的领导 这句话 如果你三年前说 我佩服你 你三年前不是这么说 三年前就是 你说占中三子 就是推动占中运动 现在到林判盈那一刻 你才跟我说 很感动 这些人不是因为我感召 所以你不小心 我记得占中的时候 当时有个舆论 就是说 有些可能是比较年轻 他们说 关你鬼事 我自己上来 他们那时候不是这个态度 他又不会觉得是 这个credit应该会给一些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你踏了个大台 你才会上来 如果你不是给了个机会 他们 这件事是什么 但是如果 你最初的时候 说的 和你 现在你林判盈那一刻 说的东西 是有些肉酸的 也这么说 因为 最初的时候 这个叫做 投资回报问题 就是他们 就算坐牢 如果觉得 都换到真保算 如果换到真保算 然后搞到 阿爺很头痛 或者整个香港大乱 那时候 现在他没有价值 现在香港没有变 还要我坐几樓 好像很索 做选举输 就是没有回报 我觉得没有回报 说完他们那几句 我们拉回去说中产 为什么我觉得 佔中对我 中产的角度来说 很有意义 你想想一样东西 反过来看 是犯法的 都是巴马路 但是我身边 很多中产 是有参加这场运动 其实最简单 就是 香港我觉得很奇怪 不要说是霸马路 是 是 红灯 走路 走路 你知道被人瞄了 如果是瞄你 不搞错 特别在香港岛是这样的 九龙有些 我每次在香港岛 每晚都会冲红灯 一定被人瞄 是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原本这些 我们没有想象中产会做的 在占中是早晨 最简单 我们上个星期说 郭兆杰 有很多人 其实有些人 就说他自己 连郭兆杰都不知道是谁 我就不知道 但是其实 如果你有长期参与占中的人 是个人都会认得他 因为他就是当时 跟很多本土派 跟很多本土派产生冲突 就是为什么这些人 我们会认得 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参与过 这个活动 大家每晚都有去金钟 或旺角度分 然后就开始知道 见证参与了 每一个运动的细节 这一件事 对于中产来说 我觉得是 很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你经常说 中产政治冷感 最近我们突然间 听到这个字 在补选的时候 很多中产心死不投票 我想说80年代 政治冷感 这件事是基本上 共同意义 既然突然间 所有中产都觉得 要投票 要支持民主派 要去争取争补选 就是占中开始之后 大家都觉得 我们可以做多些事 帮香港 那个投入 或者关心政治 都是占中 扭转了很多中产的 投票率高了多少 其实那个投票率 应该不是相差很远 但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 政府的推动 选举机器 是越来越强 原本我们的想法就是 大陆你玩了 我们还有投票 有什么意义 失败了 对 竟然仍然有人觉得 我们应该要关心政治 有很多人 会在不关我们的选举 例如特首选举 会到处连海报 去鼓励其他人去关心 这件事都是以前 我们八九十年代 你知道的 成长的时候 我们香港中产 哪个关心选举 关心民主 没有什么人 六四之后 其实都是一路沉溺了 这件事我觉得 是一个 觉醒的 一个很象征的地方 我不知道 因为我错了 都没有关心这些事情 那你怎样看呢 就是这个占宗来说 占宗 我当初的时候 我写过很多社论 在占宗之前 其实呢 因为它是一些搞手 其实整件事是有人推动的 其实是那班人 就是民主派那班人 他们觉得呢 搞下去呢 是被人蠶食着的 所以他们要是一次 做一次总攻击 我觉得是一次 就是当初 我已经写过很多词 是一次总攻击来的 就是说 你如果 就是被人一路 一路蠶食着你的地盘的时候 长此下去的话 你就死了 就是你一路这样做下去 所以他们 第一就是 民主派其实是靠 不停的运动 去 去维持着那个 那个 叫做 动员 你如果不停的运动 也不是太温慶了 因为你的机器是對方 但是如果 如果当你发现了 机器在对方 結果 这个战灯 一直被你射到 上台 你就不搞一场大大事件 急事就被人蠶食 所以趁時間不在你裏面 你一定要快打 我講漸忠當時的時候 他的教授 但是後來你那個整個思潮 運動到後來 你都不受他的控制 這樣就是另一回事 但是當初的時候 他最初的想法就是 他最少就算他快打一場 就算他不可以扭轉的狀況 不可以扭轉的狀況 都可以再一次總動員 但是爺爺的時候 他心中有一個盤選 就是你佔中嘛 你搞嘛 你搞這件事嘛 他覺得是一次最後的壓力測試 就是我數你幾個 我就是數你幾個馬 而且在佔中這一刻 是將所有 即是順從 順從 大家兩陣交鋒來看 是將所有你的陣營的所有的能力 就是埋伏在所有的那些扮中立的人 在他們來說 在爺爺心目中的鬼 就是你扮中立的 其實你表面上是中立 實際上不是的 那些人全部挖出來 於是每一個人都登記了 就是有很多人當初的時候 是很貓的民主派 你不知道其實他那麼激將 或者佔中十字之類的 那些十四事 那些 就全部 全部摘了名 在爺爺心目中 你佔中對我來看壓力測試 我就試一下 原來你最厲害的就是這樣 OK 他就放心了 在他心目中 反正你始終都要做壓力測試 即是當初的時候說的政府 1956年打理國民黨 1967年打理民黨 打理共產黨 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反正他都預了和你打一場 如果純從政治鬥爭來講 我覺得就是 結果你被人數了花 即是數了手牌 就被人慢慢數 這樣說 在我的角度來說 當然 我就在這件事上 我就和中策的看法不同 即是我們一件事看是甚麼呢 即是這個這樣的運動 其實你怎樣都會發生的 只不過你佔中就是用一個 比較有控制的方式發生 意思是為甚麼 之前都試過六四 即是那些人留守 或者七日 很多人都想搞一些東西出來 是和過往的做法不同 因為他們覺得過往的做法不合 所以就要試一件新的東西 那戴耀廷只是順勢就發明了一件事 不如我們就用一個有組織的方式去做 好了 這件事從好處的地方去看 其實是令到香港人很多重新關心政治 即是這件事我自己覺得是很有正面的效果 就是你現在是否回頭 即是就算你說現在有很多中策 我心死了 香港搞成怎樣都控制不到 但他始終都會關心 當然關心之後 改不改變到這個香港 改變到這個世界是另一件事 就是最真難度 關心沒有過不關心的 好 但另一件事我不知道是負面還是正面 就是沒有人再相信由上而下的運動 即是有很多人 尤其是中上階層 即是或者一些民主領袖 他們整天都會覺得 為何戰中搞不成 就是下面的人控制不到他們 即是控制不到他們 就是我們想著撤退的時候撤退不到 這些都是陳建民所說的 即是我們想著幾天而已 怎知道你們在那裡撐下去 但你由下面的人看上去的看法就是 我們就是經過佔中之後 不再相信上面的領導 因為上面的領導 他們盤算的東西 跟我們想的東西是完全不同的 即是他們經常都想著 我們這次收了 下次有空就出回來 喂 我是下面的人想 你當我們什麼 你當我按鍵嗎 你聽你說就聽你說 然後我們還會衍生了很多的政治利益 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有很多政黨參加佔中 其實就是為了下次選舉部署 你今次打算收了 下次又出來 今次按得到 下次投票可能好像聽你說的 於是就有雷動計劃 這些由上而下的所謂的權威性 或者是傳統的運動計劃 其實現在被打破了 沒有人再想聽你上面講什麼 我講這兩件事 我都不大同意 我不是和你的觀察不大同意 是原則上不大同意 原則上就是第一 其實我未必覺得 那個換成 民主換成是一件好事的 因為我經歷過香港最好的年代 大家都是十下十下 完全不聽 我們在講最好的時候 那時候香港最好 要不要講那麼多話 慢慢坐 但問題就是 那時候是沒有需要關心 經濟都會好 現在就是我們講說 可能你不關心經濟都好 你很關心經濟都好 你很關心經濟都好 1960年代的時候 大家過過關心經濟就不好 兩者之間都會有關係 但你肯定不關心經濟 不關心政治經濟都可以好 是 有關係的 有關係的 第二就是 反權偉性的問題 我有講一個歷史故事 就是當初的時候 麥索利利拿著 他投票率好像只有5萬5% 然後他帶著一些人 在米蘭進軍囊 嚇到羅馬的人死了 原來法西斯是沒有基礎的 但他有一堆很忠心的黑衣軍 是靠嚴正紀律 然後黨幾好好的 算好 然後就橫掃 就是說 其實 你打到大台所有言論 打到權威 在我來說 我最好不要被人管 我最欠被人管 但問題就是 其實 勝利的關鍵就是 給一堆很有紀律 但是不用太多人 只要你 就好像麥索利利 當年 是這麼少這麼有紀律的人 嚇到全部 然後阿曼柳說 國王說 給你執政 嚇到他拿著幾個 5%的選權 但是他就是其他人 其他人是軟弱的 不過 有關歷史都可以再說 我也同意 其實現在最終會發覺 大台為何會失敗 就是因為台大大 其實如果台小一點 紀律好一點 旗幟好一點 旗幟好一點 可能效果更大 其實之後旺角這個魚蛋事件 都是有一個類似的情況 但Anyway 有關佔中 其實最主要是 希望大家 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 我想幾年前和幾年後 我們看回這件事 已經相差很遠 下次有機會再說